嗨,各位,有一段時間好像沒有跟大家做什麼影片 我身體沒事,不用擔心 只是因為UVA那邊的備課時間用多了 所以少了做影片 遲些我會將我在UVA說的東西 用回廣東話或者用英文再跟大家說一次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也是發表了有些時間 就是在2015年4月17日發表 作者是一個印度人 Dr. Saray Singh 他的題目就是 Miles China and Grandi's India What a Shark Contrast 就是講毛澤東的中國和印度的Grandi的印度 分別 主要是因為他自己看了一個在YouTube上的影片 那條影片的名字是 Indian Elephant vs. Chinese Dragon Snail Rail vs. Bullet Train 比較印度的記者 比較印度的火車和中國火車的分別 他印象又深深 覺得中國的發展很快 所以就看看為什麼會這樣 他指出現在西方媒體很多時候都說 印度會追過中國 但我們從統計數字 這個並不是一回事 因為自從在80年代中國開放之後 中國一直的經濟增長比印度快 到目前為止 中國的經濟比印度大約四倍左右 所以印度要追上中國 還有一段時日 那就是一段時間 就算從今年來計算 印度的GDP的生長會大於中國 但是大數目也不太多 中國講的大約是6.8至7 印度的大約是7.3至7.4 所以相差大約是半個百分點左右 那如果相差半個百分點 要追四倍 那這裏說的是一代人以上的時間 所以就不是那麼容易追上的事情 所以西方一直都希望把印度的经济发展 说好它来支持 我觉得西方这一套自由经济主义是可行的 尤其是一个大的国家 好像印度那样 但现在目前就起码中国做了一个所谓反例子出来 这个反例子就是中国不行西方式完全开放的政治体系 中国绝对不是民主社会 所以就不是民主制度 也都不是完全的所谓开放自由的经济体系 虽然很多东西在中国都是用市场经济作为推动力 但是就不是完全这样 譬如中国有很多很大型的国营企业之类 因此中国可以说是 现在我们要思考未来政制的一个反例子 民主未必一定是最好 中国不是民主 但是他的表现的确是使人刮目双看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我一样我没有说我自己有答案 只是大家可以看看事实 主要说的是本来就是印度之父 希望印度就一个发展农村作主的小工厂形式的经济体系 所以才可以益到一些比较贫富的人物 但是很明显在印度采取了一个西方发展的模式 集中去发展城市 因此他们的扶贫方面的工作 就不能够像中国那样成效那样大 中国的扶贫工作大家有目共睹是很好 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无论是有的 都会比较上是看到形势 看到那个成绩 至于那个 到底是社会问题 或者是政府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值得相確的事 现在这个作者没有《三日五》提出到底是哪一方面 他只是指出印度人应该好像中国人那样 尋找一个自己的发展路线 就不要把西方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市场参加过来 一定要用一点 是可以把自己本身的文化融进去 是可以反映到自己的实际特点 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我对这方面非常赞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 但一样我对印度的知识是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我只可以 凭我这个小小的观察和那篇文章和大家分享 多谢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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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